1983年 世界第一款手机诞生 它就是小马哥手中的板砖神器 大个大 充电十小时 通话半小时 气味书的屏幕显示 嘿嘿 简单粗暴 1999年 像素界面出现 之后的十年 手机的小宇宙爆发 硬件升级 系统换代 各种界面层出不穷 2010年 牛i个性主题诞生 2011年 又推出百遍所评 2012年 姚咪又有什么好玩的心咚咚呢 让我们先回到现实世界 来点音乐 我喜欢黑色 走你 今天天气 不错哦 哈喽 干嘛 星期四想出去转转 我看看 星期四下午是小物发布会 一起来吧 顺便再多叫上几个 装备嘛 必不可少 再装几个游戏 路上玩玩 是798 没错吧 出发前再收拾一下心情 嗯 好像少点什么 哎 这就对了 真希望816快点来啊 这不仅是一个场景 还是你的手机桌面 没错 这就是MIUI自由桌面 在传统桌面上 只要你双指下拉 就可以切换到自由桌面 更生动的应用目标 更丰富的 桌面效果 还有更灵活自然的 交换方式 不只是一个房间 自由桌面 甚至超出你的想象 只要一个超级简单的 双指下拉动作 就连你爱玩的游戏 都能成为你的手机桌面 想不美啊 还可以这样打开时钟 享受更好玩的交互季节 当然了 你只需要轻松一点 就可以随时切换各种 自由桌面 准备好了吗 主要是新 从神九机舱到浩瀚太空 都能带你进入 任何奇思妙想的 自由世界 一个颠覆本部网格的 自由桌面 体验没有边界的 创意空间 你由爱自由桌面 向自由想象 致敬